大家好,今天會介紹一種方法 可以讓大家拍完Dental Photography之後 快快脆脆跟患者溝通得好些 我們平時拍完照片 用相機拍完照之後 有些朋友會指著相機 你的牙齒這樣 你又這樣做 相機是漂亮的 但螢幕又小 又要Patreon看著螢幕 有時這個螢幕的質素都不太好 所以這種方法未必是這麼好 有些朋友會用完相機拍照之後 再用手提電話補多兩幅 然後用手提電話就跟Patreon講解 如果是Frontal還能看到牙齒 但如果是Occlusal View 其實都不夠光去拍到牙齒 都比較難去解釋少少 還有些朋友會馬上叫個姑娘 拿一張SD卡去過照 用的時間就會比較多 也有些連線拍攝也很煩 你拿相機連著USB進電腦裡 一拍在電腦裡 就比較煩 最後幾年前都很流行 有Wi-Fi卡 都可以馬上過到電腦裡 今時今日 其實這個科技都已經有了很久 但是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 其實就是用一部iPad之旅 iPad的螢幕就夠了 夠大 最重要的是你拍完相片 如果可以自動過了下去 那就最好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先示範一下 我們用相機是Canon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螢幕右下角 有一個Canon Camera Connect的APP 要做的東西除了第一次設置之外 之後做的東西都很簡單 按開APP 然後當然要等 因為我這部iPad是比較舊的 它其實已經Bluetooth連到我的相機 然後就在這裡按Auto Transfer Auto Transfer你就要等 因為你就要等它去Connect Final Network 找一部相機出來 找完這部相機出來 其實它大概用30秒至45秒的時間 是不是想Join? 很想Join 用30秒至45秒的時間 這個時候就設置你的相機 開機 又調節一下設定 它差不多了 哎! Connect到 我這部iPad比較舊 所以都慢一點 在這個時候就轉去開 Photo App 不要看這些相片 去這裡 Canon M50 它自己就已經有它的Folder 我們拍幾幅試一下 例如說是 這樣吧 試一下拍一幅中間 一幅在哪裡 那個牙刷去那邊 OK 拍一幅右邊 再拍一幅左邊 大家可以看看速度有多高 其實它會比 這個 總之就比我的拍攝 其實一拍 其實在這邊都已經出來 我們看看質素大概是怎樣 例如說這幅 這幅 Aural B的電動牙刷 離身 完全跟這家公司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去看 其實它傳送到你的iPad 是一個reduce了的resolution 所以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清晰 但是足夠跟Patreon說 我也有得 我覺得 質素都能接受到 所以我都很推介 這個方式 我自己就少用這個方式 通常入了相片 第二次才做Consultation 但是如果直接 要跟Patreon解釋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啦 你有可能問 只是Canon 才有這個App嗎 其實Nikon也有的 Nikon的Snap Bridge 應該是比較新一些 最近兩三年的機器 才可以用到這個功能 Canon那些需要有 Digit 8 Digit 8 或者之後那些 我聽過收視說 Nikon那些 就真的要問回 Sales representative 這件事 Sony那些 都是比較遲緩的 通常Sony那些 就是拍完 然後你就在App開 然後找到現在的Storage 然後勾回相片 就會比較煩一點 但我相信大家 主要都是用Canon和Nikon 都會有一種 用一分鐘左右去setup 然後就拍很多張 然後禮手拿一部iPad 就可以跟Patreon講解 這個會比較方便一點 希望方便到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